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4月25日 NBA季后赛继续进行 今天一共结束了两场焦点战 东部方面 巴特勒狂砍56分 率领热火119比114击败熊路 3比1领先对手 西部方面 胡人队主场通过加持117比111显身灰熊 老战狂砍22加20 胡人3比1拿到赛点 随着热火和胡人拿到赛点 目前东西部8组对决 已经有6队拿到了3比1的比分 加上之前76人的4比0 只剩下勇士独占天王山了 东部4组对决全部打出了大比分 3个3比1 一个4比0 常规赛冠军熊路爆出大冷 连续两场不敌热火 目前1比3落后对手 从历史数据来看 熊路的翻盘数据只有4.8% 但是从预测网站给出的数据来看 熊路依然被认为有19%概率逆转 目前东部1比3的落后的分别是熊路 骑士和老鹰 三队最终谁能逆转晋级 让我们拭目以待 西部方面 绝境3比1领先森林郎 他们的实力基本是碾压对手 被翻盘的概率几乎没有 上一场比赛 绝境甚至被质疑是放水局 为了G5能回到主场才捞一笔 否则很可能4比0横扫对手 太阳3比1领先快船 这组对决也没什么悬念 快船交质和伦纳的基本还是打不了 不出意外回到主场太阳 就会4比1干净利落晋级了 绝境和太阳相遇的话 两队的实力水平都很接近 相信这会是一个劲爆的对垒 西部另外一个半区 勇士和胡人的相遇或许已经不可避免 任何和胡人如果最终能成功晋级 那么他们将同时创造黑八奇迹和黑七奇迹 就在整个NBA季后赛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而勇士和国王这边 是首轮唯一一场天王山之战 勇士最大的麻烦在于 他们还从未在国王的主场赢过球 如果G5拿不下 那比赛拖入抢气对他们没什么好处 毕竟勇士的整体年纪都比国王大不少 而且即便抢气赢了 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亿代聊的胡人 另外 今日NBA铭记摄像转文谈到勇士球星追梦格林 并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 一个是库里支持追梦批评普尔 而普尔在更衣室里接受了追梦格林的批评 另一个信息是勇士拒绝重建 准备在今夏续约追梦格林 这也体现出了追梦格林的重要性 先来说说追梦格林批评普尔一事 相信对勇士有所了解的球迷都知道 追梦格林与普尔在去年闹得有些不愉快 当时追梦格林直接向普尔汇旋 勇士团队氛围一度变得非常紧张 好在勇士管理层妥善处理此事 并且还为普尔送上了大合同 折场闹剧也就告一段落 能够在NBA站稳脚跟的球星 没有一个是软狮子 所以追梦格林拳打普尔之后 两者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微妙 如今赛尔斯提到此事 并透露了今天追梦在拳击事件之后 如何拿回自己在球队内领导权的过程 去年训练营拳击事件发生后 追梦明白 他的领袖决策处于一种微妙状态中 勇士队友也在赛季的前几个月 感受到了一个更为柔和的追梦 然后到了2023年 追梦现实在1月15日 对阵公牛的比赛场边 友和教练组进行过一次激烈的沟通 随后两周后 1月27日主场迎下猛龙的比赛赛后 追梦在拳击事件之后 第一次批评了普尔 格林在更衣室对普尔提出了批评 要求普尔做球场决策要更认真 要少些抱怨 普尔接受了追梦的批评 消息员表示 勇士更衣是以库里为主的球队领袖 也对这一行为鼓掌欢迎 支持追梦表达自己的想法 自那之后 追梦和普尔两人之间进行的沟通都很顺利 普尔也都可以接受追梦的建议 我记得那个时刻 当在Athletic专访追梦问到这个事件时 追梦说道 首先 球队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 而我清楚 我必须拿回我的话语权 而话语权不是别人给你的 对我来说 我需要做些什么去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而不是简单的说 好的 我是追梦 大家所有人都老实听我说 可能这话有用 也可能没用 但如果我说了这话但是没用 我就会失去所有人的尊重 以后也没人会听我的了 我需要去赢得尊重 赢得话语权 而不能以老卖老 所以赛季初期我退了好几步 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 不说过分的话 而到了一月份那个时间点 球队需要来一波冲锋 我们需要更多的胜利 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去发生 去掌握话语权 追梦说道 在那个时间点 也可能你想要掌握话语权 但不被球队其他人接受 如果不被接受 我就需要重新退让 但如果被大家所接受 所有人就都能团结在一起 扭转对势 而现在 你也能感觉到 勇士队来到了季后赛 我们做好了准备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时机 虽然追梦与普尔之前闹得不愉快 但是涉及到球队问题的时候 普尔也是懂得轻重缓急 Shames表示普尔并没有排斥追梦 反而是接受了追梦的批评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 Shames透露库里 克莱等球队领袖 均支持追梦批评普尔的行为 因为他们认为追梦也是为了球队好 同时也很支持追梦 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再来谈谈追梦的合同事宜 本赛季追梦格林的年薪高达2580万美元 下赛季年薪高达2760万美元 而追梦格林的合同仅剩下最后一年 今年夏天追梦格林就该与勇士谈许约问题了 那么勇士愿意留下追梦格林吗 Shames透露 勇士管理层已经有自己的决定 准备在今下续与追梦格林 这意味着勇士不会进入重建环节 依然愿意为冲击总冠军缴纳大量的奢侈税 对于追梦格林来说 他确实能够为勇士防守端提供充足的保障 而他与库里克莱的配合默契度也很高 这更有利于勇士冲击总冠军 如果追梦格林如愿与勇士续约 那么相信他肯定会更加珍惜机会 努力证明自身价值 争取再次帮助勇士夺得NBA总冠军 说到这里 提一个题外话 格林很聪明 这一次据说格林赛前主动要替补 背后的博弈很值得玩味 但确实是个已退位近将自己处于弱势的好策略 尤其当你的竞争对手是越打越差的普尔 不知道格林是否了解过古老东方的成语 德国拉不配位 他一切的困境都来源于日益增长的气焰跟不上实力的进步 而且作为情商极高的人 关键时刻却没怂住脾气 在总决赛差点成为罪人后 依然能一拳打在管理层的脸上 格林很清楚需要提升投射 但他不是库里克莱这种乐透天赋 通知和训练身体的能力那么强 技能包一旦丢了再想捡回来时当真极难 所以如果要短期次就有几条必选项 一 放弃传接战术 二 防守提高专注力 三 找机会攻框 四 挫开和卢尼的时间 五 给格林搭配栏目 库明家的风险阵容 六 一律四后卫 极致空间 在祭祀里 第一点基本100%执行 第二点全场效果一般 不过片段式的执行较好 第三节的领防让福克斯只得五分 第四节提供连续的护矿封盖 以及最后对福克斯的成功防守 那一球格林本身被巴恩斯扛着往三分线走 一看福克斯可能突破库里就快速转移到了中线位置 和库里一起封堵让福克斯被动和球 不得不传给巴恩斯投绝杀 第三条疯狂顺下攻框11次 进了三个 效率是差了些 但进攻路线的选择都很优 更是赢得了六次罚球 比耐克之子普尔还高 第四条也明显执行了 第五条赫赫 科尔不敢用何会用封线 第六条出现在第三节里 第三节科尔第一次长时间使用水花绿嘴炉的冠军阵容 最后用格林搭配水花插底纹 库里主控 单戒打了国王37-23 久违的永三分 格林的一大优势是他是最懂配合库里脚步的人 勇士也优化了格林湖顶持球花牌的战术 要么库里传球后直接顺下 不再都回来 要么偶尔小配合 库里受递守格林后去挡拆格林的防守人 格林再挡拆库里的防守人 库里再回来接球 仿佛是双人探戈 库尔拿了系列赛新高22分 却是手发力唯一正复制为复数的 他的防守差并不是单防能力不佳的事情 而是极度懈怠和没有防守意识 对团队防守的摧毁性极大 正如他的失误 数量不多 但视觉冲击力极强一样 各位有耐心的仔细看下他进攻和防守时的 腿部发力情况和身体语言即可 国王的调整很有效 没有坚持以兔带头 而是以兔带兔 不能了解科尔比武三后卫 所以增加了莫雷的战术地位 小伙子外显13中9 3分7中5 狠狠进行了惩罚 帮全队打开了空间 如果神经刀的门客手感像G1一样不讲道理 那这一场就会是G1的重演 最后时刻领先的会是国王 最后头绝杀未遂的可能就是水花 勇士全场最逆风时段 是第二节开场几分钟 国王双枪搭配高达中锋来人的阵容 马格林 库明家 维吉斯 迪文 库里锤的不行 国王在第一阶和第二阶的衔接段打出20比5的攻势 第二逆风的时间段是第二阶中段 库里给普尔打无球 输了15比2 两个教练全场不停地比平微调 总会有被对方抓住某个机会狠揍几拳的时刻 科尔最大的优势是有个可以兜底的冠军牌 而布朗没有 这可能就会成为系列赛的胜负手 系列赛打到现在 勇士显得是招数更多的一方 他们可以不要格林 也可以放弃格林为枢纽的传切打法 但国王必须继续用小萨 真如没办法像勇士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间跳跃 所以勇士看起来重新拿回了对胜负的主动权 但G5如果科尔不同时降低格林 波尔 小黑盾的时间的话 隐蔽更大的还是国王 因为科长勇方手态度一直差 而整个季后赛第一轮承担收拾重任的几组对决李胡雄和泰传 因为伤病的问题都让人兴趣寡淡 全村的收拾都得靠国勇啊 毕竟没有什么比抢期更刺激 预测一波G5卢尼第一届三贩